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声音了啊 好 对 来了 好 那个我们还有九分钟开始啊 所以现在呢有疑问的话可以提出来啊 就属于你个人的一个答应时间了啊 等一下课后的话人就会比较多了哦 今天周五了啊 好 看看有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可以课前来个小的互动答疑 老师我是卖装饰化的 店铺也激活了两周 前天九十多访客 昨天八十多 刘洋一直起不来 是至于激活呢 还是做组贷款呢 你既然能来到这么多 应该可以直接操作了 装饰化很好做的呀 你看到了我们那个装饰化的案例蛮多的 你可以在我们社区里面看到装饰化的案例 你可以直接操作了 怎么激活 嗯 我想一下 有没有讲呢 这几个 哎 为什么他是跟着鼠标来的 嗯 啊 什么情况 等一下啊 好了 第四节课 啊第四节课会讲到店铺激活 也比较简单吧 呃 就是每天上架几个宝贝 每个宝贝呢补个几单啊 然后呢一直连续下去 持续多天啊 你就能看到你店铺里面 就是全店 他还是有数据进来了 有流量进来了 那就代表激活了 老师如何免费测图 想要免费测图啊 免费测图 免费测款的话 还有还还是有方法 免费测图这个 就不好说了啊 一样也可以 就是你你先得有个老顾客群 然后呢 你老顾客群得非常认可你啊 支持你你跟他说啊 亲我们最近要上一批新品啊 然后呢你把一个链接丢了 就进去这个链接里面呢 可能有你的十个宝贝 二十个宝贝啊 你问让他们去那个点那个投票啊 你会用那个问卷心 类似这样的投票的一个 网站啊 就丢进去让他们去选去投啊 你到时候看结果你就知道了哎 为什么这两百个老顾客一千老顾客 他们都会选择哎 比如说ABC这几个宝贝啊 那你就知道了哪个保险好哪个保险不好了 就这么点呢 一个店铺啊 一个IP登陆了多个 店铺有影响啊 特别是C店影响会非常大 你是不是发现后面的店铺基本上做不起来 嗯 没错就这么回事 不是据说 不是据说 所以呢 哪些规则会影响到我们做不起来啊 我们都会在第四节课 第四节课我们会陆续我们会详续讲到哪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规避的啊 你这样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啊 没有流量的你不但再牛逼都没用 你单独只是登陆一下不碍事 但长期登陆长期经营只要一关联啊 对不起啊 呃至少我们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 我们目前为止我们也没办法解决 补单有几种付款方式 高可能价的哪种付款更安全 高可能价有多高啊 我就这样去说吧 我们当时卖几千块钱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打到一两百块钱 哎怎么着呢 你会说老师没权就卖不起来 协议你没做过你就认为他卖不起好了 反正我们卖的起来 不止我们卖的起来 很多学生跟着我们这样做照样卖的起来 信不信随你 反正我们是这样过来的 哼 所以呢就老是觉得 你做几次你就知道了嘛 对吧 所以呢你说我说再多有什么用呢 反正我不跟你们瞎说 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可落地的 啊你觉得无效你退款就好了啊 然后呢我再给你道个歉 啊因为我耽误了你几天时间 就这么回事啊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单听去做啊 有人讲的好方法了 你要去做 你不要去纠结 不要去犹豫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快的走向成功吗 就是当你把所有的错误都犯完了以后 你自然会走向成功 你连错误都没犯 那你就说哇老师我要一步登天 你觉得可能吗 你以为我们的经验哪里来的 我们的经验是犯了无数的错误才累积到的 但是如果当初我像我啊 我做的淘宝做的比较早 09年啊 如果我当初做淘宝的时候有人带我去吧 我告诉你啊 那你要知道我09年做呀 那个时候多好呀 黄金时期呀 但没人带呀 嗯知道吧 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了 不像今天说对吧 199块钱我教你们这么多东西 而且是可以落地去做的 可以避免你犯很多错误 啊不一定能帮助你成功 但至少能帮助你避免很多错误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学习 三人心必有我师 并不是说我这边的课程一定是最好的 不是那么回事啊 市面上这么多机构啊 这么多实战的专家 这么多实战的这种掌柜 对吧 每个人分享出来的东西 只要是他做过的都有一定的价值 都有一定的用处啊 所以不要老是纠结 想到了就去做 不是你电脑的ip费了 跟你电脑ip费不费没关系 你这ip照样能用啊 所以我后面我会具体去说到的 你不要你你不要 是吧 一口气想吃个胖子啊 这个一不一不来啊 我们内容会循循践进 大部分内容都会讲到 呃我们本来训练 至少我们那上回统计是多少个问题 啊 忘了啊 大概是有十六十八个问题 至少能帮你们实际解决它 你们可以看那个详细描述呀 上面写的 前两三个星期店铺访客就十来个 这一星期突然笨到了五六十个 属不属于激活了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店铺做了多少 然后你看啊 比如说老师我是卖服装的 卖女装的这种 哈你几十个就算了吧 啊你说老师我是卖这个什么 五金店五金这一类的啊 本来就没人搜索啊 那够了那绝对够了啊 所以他要分实际情况 有流量的类目你就必须要多一点 没流量的类目啊 还有一些片门的小类目 他不需要激活啊 他不需要激活的 所以这是分类目 不同类目不同情况 不同的类目的店铺 能在一个IP上吗 他不是说IP限制你 那照你这么说一个IP就限制了 那人家创业大厦的怎么办 这种学校的怎么办 他出口就一个IP 你以为他啊 学校里面这个网络就是N个IP啊 那不是全死了吗 创个PE呀 所以他不是单纯的IP 他有很多详细条件 但他最终只判定一条什么呢 是否是同一个实际经营人 你去想怎么能够判定你是不是同一个实际经营人 比如说今天我面对你们啊 咱们加起来一共有一千家店铺 你告诉我 淘宝能判定出来你们的店铺跟我 是我的吗 判定不出来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啊 我们都坐在这个办公室都去经营几百个店铺 收发货地址全部一样 客服接待电话全部一样 你告诉我 是个傻逼也知道你们是一伙的 而且还实际掌控人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 就这么回事啊 他是通过一些条件来判断是否是同一个人在经营多个店铺 那是的话那对不起官方现在流量不够啊 他不会分给你的 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多开店铺 那多开店铺怎么办呢 你就挂到你亲戚家啊 你三大姑七大妈家啊 全部挂出去在他们家挂着 你如果说老师我家没有三大姑七大姨的这种 就买那种什么远程的服务器 就是远程电脑 现在市面上一堆几百块钱一年啊 你就买那种远程电脑挂过去啊 你自己开个纸账号去用就可以了 好 那个时间到了啊 那个各位同学看一下 如果我们声音和画面没有问题了 给我扣个一 咱们准备开始今晚的课程 好 说到啊 好 各位同学啊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补男训练营啊 我们今天呢是第二天啊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解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这个补单更有意义的市场选择啊 你千万不要被市场选择这个给迷糊了啊 就说老师啊市场选择有什么好选的啊 我都已经固定是这个产品了 我选个屁啊 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不是让你去选产品 我是让你去算你能不能赚钱啊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市场它包含的因素太多太大了啊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这节课非常重要 他将决定你最终能不能算出你赚多少钱 如果你算都算不出来 或者你心里没底 或者算出来根本就不赚钱 那你还做个屁啊 啊不要浪费时间了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天课 现在呢我们准备开始 好 那我呢是各位的主张老师 32 呃其实昨天呢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今天呢就不再那个详细的去说了 我呢那个主要呢擅长数据啊 参与过这个生意他们的设计 然后呢搞了一个叫做678的这样一个玩法啊 就是原创的一个玩法呃至少在这几年里面啊 帮很多学生就是做了很多的爆款啊 所以你们可以在我们那个社区都会看到 我们社区是从去年下半年六七月份以后才开始统计的案例 到现在应该有可能快两百分了吧 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效果 OK好那其他呢就不是过多介绍了啊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没关注的同学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的一些及时的信息都会在这边推送 包括我们那个上课直播啊都在里面都有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补丹啊 我们还有各位同学基本上都迷信 特别是什么呢 兴奋补丹大法天下第一对不对啊 都是兴奋这个的 所以呢他就想啊 老师反正我我把最厉害最牛逼的绝招都学了 其他的东西就无所谓了 那真是那么回事吗 所以呢我的很多学生里面啊 他们说老师我不想看直播浪费时间 我告诉你就是这群人他有两个极端 要么就基本上做不起来 要么就是非常厉害的那群人 好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怎么选 那么今天来这边听直播同学是值得表扬的 因为直播会讲到很多就是就是直播跟点播其实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他有区别 看点播的人要么就是快进 要么就是跳着看 所以中间很多细节他忽略了 然后他说老师为什么我这么没做起来 你看 然后我就问问过来问过去 我就说哎 这个东西你怎么没听呢 他说快进了 好吧问题就来了 OK 所以知道吗 那么很多同学他他就是因为电商特别浮躁 所以他就兴奋一个东西 老师啊其他东西我就不看 我就看个补单大法怎么玩好了 有用吗 不能说没用 但你会丢失更多 补单大法再厉害 如果你的市场错了 会一大无睹 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市场选错了 你可能说补的很厉害 流量也来了 但是呢你会发现根本就不转化 为什么不转化呢 可能价别人价格都比你低 对吧 把人给你抢跑了 你告诉你凭什么转化 对吧 你说你也打价格这样 你亏本卖 好 你介绍亏本卖呢 可能还是不转化 为什么呢 可能这个产品根本就没有用户喜欢 啊 啊 连收藏架构这种都非常少 问题不就来了吗 好 所以呢 它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你的引流的一些问题啊 OK 我们会去去说 所以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啊 永远记住这句话 选择大于努力 啊 我说个实际案例 就是 因为这是最近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我有个VIP的学生啊 他报了我那个VIP课程 然后呢 他是做什么 做那个呃 豆子就是就是我们平常那个吃的那个豆子啊 那个谷物啊 食品这一类的 然后那天呢 那上课就就拿他的这个产品去做市场分析 然后做报款的定位 好分析来分析去 对吧 得出的结果很简单 我说就算你干到店铺前十 你也赚不了几块钱 啊 我说选择大于努力 这个时候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结果 怎么选择一样靠你自己 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你再怎么牛逼 你跑到类木前十都不行 你告诉我你的选择有意义吗 你还不出去帮人打工好了 赚的还多一点 这就是一个事实摆在眼前的 所以很多情况下 选对了 原比你的努力重要 你只要稍微付出一点 你就可以得到回报 而选错的话根本就没信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不是说给你们看什么案例啊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要的选择大于努力 这是一个对讲机 看到没有 对讲机的这样一个产品啊 也是我们学生那里 你看六七八玩法 你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产品访客最大做到多少 我们再看一下啊 看看最大做到多少 呃 200 300 400 500 700 900 922啊 对讲机做到922 已经很给力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类目就这么点 我们再来看啊 这是一个amw什么吃鸡这个枪 就是玩具枪啊 这个这个玩具枪这类目这个同学做了做了好多爆款了已经 但是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爆款有多少访客啊 标准的六七八玩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访客 2000 2000啊 后面他一直都是稳定 最高的一次好像是达到4000多 那也是做到最高的时候 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这个访客 好 这是一个卷帘那个水晶 就是那个卷帘门就是 很多家里面不是就放那个那个卷帘 就门下面会放那个一条一条那个水晶吗 可以拨开那种啊 这个呢 也可以看到六七八玩法 我们来看一下做到多少访客啊 1600 啊 你不要说老师怎么才这么一点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因为他们的类目已经决定了 他不可能获得非常大的访客 甚至有些产品都已经进到类目前十了 他没办法呀 他只有这么一点访客呀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强指 啊 也是六七八玩法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玩法是非常固定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多少 3000多 哎 是不是比刚才那要好一点了 这就是这种类目 我们再往下看 大一 女装类目了对不对 大类目了对不对 但我们单看流量也没也没什么太大一 为什么呢 因为还要看什么 还要看他是否是盈利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算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产品 也是标准的六七八玩法 好 哎 然后他每天达到多少访客 达到九千 九千个访客 是不是一个顶多少一个顶别人五个 就是区别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啊这个呢是 是裤子啊 女裤类的 也是标准的玩法 几天时间就上去了 八千 九千 九千五 看到 九千五 所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些联系群快速过一下啊 同样的 做到后面有多少 六七八万 你看啊 三四四万 三四万搜索访客有一万 其他访客那个有五万 你说他有手到手页 有直动车有搜索 啊 六七八晚上晚上来了 然后直动车顶 OK 所以你要记住啊 我给你们看的 也不是给你们是装逼什么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告诉各位同学 刚才那句话 选择大于努力 成功 不是因为你有多努力 我有多付出 我每天晚上干到十一二点 我每天去选品 我每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学习 没用 没用的 啊 有一个人他说过一句话 啊 现代人说的一句话叫做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 明白什么意思吗 雷军说的 啊 小米的创始人雷军说的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你需要努力吗 不需要努力 但是你得什么 踩在这个风口上 啊 但是马云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话 你知道是哪句话吗 啊 风 停了 猪会摔死 啊 这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 一个 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绝大部分人 他可能不聪明 站在风口上赚了一波钱 他不知道如何去武装自己 不知道怎么去装备 让自己成长的更快一点 给自己安上翅膀 绝大部分人不知道 有了钱就开始交涉营 哈 开始贪图享乐 然后呢 风一停 刷摔死的还是他 啊 所以就是我昨天包括我昨天跟你们说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要太贪了 更多的要武装自己 把钱投到自己大脑里面比什么都强 等你长出赤马来来你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呢 我们经常会去讲 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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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 有时候有有时候就没有 明白吗 那么像现在什么是风口 各位同学你知道吗 现在 短视频对不对 哈 短视频现在是风口 所以呢 很多人就开始去学抖音 学快手 学这些东西 然后呢引流引到自己淘宝里面来 啊 他们去拉粉丝嘛 因为现在那块流量就是非常的一个红利嘛 包括官方他自己也有什么呢 视频的那个 日口 对吧 所以很 现在我们的宝贝必须干嘛 必须发布主图视频 这是必须的 因为发布了你的流量日口又大了一个级别 啊 记住啊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本节课程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分析 标杆计算未来价值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 哎 我做这个东西 他算不上一个小风口 或者说他有没有钱赚 都没钱赚 那你干干干干嘛 啊 这都是人算得出来的 第二个呢 分析行业数据 选择最佳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选择大于努力 选对了 你才有意义 选错了 你就辛辛苦苦去干吧 啊 人家可能每天只需要劳动个三五个小时 你每天只需要劳动个十五二十个小时 这就是区别 OK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怎么弄 好 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内容开始就是分析行业标杆啊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用这个分析之前我们都会 对吧 购买一个工具 就是购买生意参谋的市场洞察啊 市场洞察 呃 这个呢 就没办法啊 不是掏钱给我 掏钱给马云 啊 这是为什么官方这么赚钱淘宝这么赚钱的一个原因 我们购买了这样一个市场洞察以后 我们可以在这边的一个市场洞房里面啊 然后呢选择你对应的一个类目啊 再选择商品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类目下面一些比较优秀的产品了啊 但是你说老师我直接看我的竞争对手行不行啊 也可以 等一下会说到 好 我们先去看一下行业 比如说老师我就要做这个类目 或者说做这个子类目 那么我们去里面去干嘛呢 去看行业里面这群人啊 一定要选择高流量的啊 选择高流量的 我们看这群人他们赚不赚钱 他们卖多少单赚多少钱 我们先去算一个账 行不行 算完账了你才知道 OK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选了一个排名第七十位的啊 就是因为他是个大类目 裤子类的啊 女裤 七十名 然后呢他的访客的一个人气指数呢 是呃 一万九千多的指数啊 但实际值我们可以算出来的啊 等一下我们可以算 好 他的搜索访客占比大概是百分之四啊 他搜索访客是七百九十九个人气指数啊 七百九十九个搜索指数啊 好我们不管 这是这样一个宝贝 然后我们可以再啊 我们可以去点击那个 他旁边不是有一个这个竞品分析吗 我们点一下啊 好点一下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详细的数据啊 他每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之前转化指数非常高 然后掉下来 然后访客呢有一步一步上去 对吧 现在大部分都会都学会了这一招了啊 OK 好 这样的产品我们可以看他的流量指数是多少 然后呢交易指数是多少 客群指数多少 支付转化指数多少 可能说老师这个指数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就代表访客 流量指数代表访客 交易指数代表成交金额 客群指数代表支付的一个那个量 就是人数的一人数啊 支付转化率指数就是转化率指 转化率啊 只不过他写了一个指数啊 到时可以换算出来的 我们不用管 好 我们刚才那个宝贝呢 我们就给他这样一张表给他统计出来 啊 有这老师这样表我们有吗 啊有啊 等一下会上传到群文件里面 所以不要着急啊 到时你们打个群文件就可以开始算了 我们就从这边一个日期 然后一个流量指数 你看一万九千五百四对不对 你就把鼠标放到上面啊 一万五千九百四 然后一天一天推下去 就把他每天的数据给他统计出来 大概你只需要统计个七天到十 十来天的样子的数据可以了 因为看一个月也没意义啊 看个八九十天就差不多了 好 数据路径来以后 这边是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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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输进去以后 这边他就制度帮你换算出来了 他每天有两万个访客 可以没有 就是十一号 十二号 十三号 十四四五十六十七十八 从一千多个访客到两千四千八千三千一万九两万 可以吗 他每天有这么多访客了 好 这是他的转化率从二点多到一点多啊 这是正常的流量越大 转化越低 好 交易金额从九百一千四千七千四千一万到一万多 成交人从三十四十六十到一百两三百 然后四三百四百啊 越来越多 又被价值客单价 你看他的客单价就是平均在三十 看见没有 客单价平均在三十 好 我们大概了解这样的办法 比如说老师我也想做这样的产品 我看他卖的可好了 每天能卖四百笔 啊流量还这么大 而且这么短时间就冲上去了 所以你也想搞对不对 好 别急 我们再继续算数据 那你单纯这样算不够了 我们算什么数据呢 这个产品他的成本是多少啊 因为他财卖多少 财卖在三十块钱 那有同学知道怎么去找这个产品的成本吗 啊有办法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这样一款产品对不对 我就拿他的图片拿下来 啊 然后呢 又要来娃娃找过神器 或者是怎么着 呃 就是点到这个页面的详细页 你在浏览器上面 一般来说我们用360浏览器 然后右上角有一个插件 插件里面呢去搜索货源 然后就会有两个货源的插件 分别是1688的啊 你就可以去找到 哎他有一个推荐货源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哎这款产品 对吧 然后呢这边的货源呢有42的 有11的 有109的 有60多的 有40多的 好我们看我们就以最低来说 啊你以为最低价是11块钱吗 不是 进去就是20多 你想要11块钱啊对不起 1万件起还是10万件起啊 距离忘了 反正我点进去看了一下 反正你正常的话 你不可能11块钱拿得到 好 哎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产品商的进货成本是多少 21块 好他每天的补单量 我们按照一定的比例来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刚开始几乎都是补的 后面补的少 后面一般来说可能是补单量大概在10%到15%啊 基本上这么多 那么我们平均按照15%到20 啊就是平均他每天补15到20 就是15%到20%这样的单量 我们去算啊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 他每天33个人其实都是刷的 对吧 我们就算他7个人好了 就是但是后面 他肯定没有补80多 他总共成多400多 估计也就补个三40笔 估计这么多 但我们算平均 好我们他的补单量 然后补单费用再给他算出来 平均一单 我们比如说按照15到20的样子 当然你可以说低点按 比如说老师我们这边便宜10块钱 OK 但基本上现在没有这么低的 你快递都得三五块 再加上成本佣金 你告诉我啊 这其实没有什么成本了 你随便发个空包或者说这一类的 下来 所以一般15块钱总得要 到2015到20 然后他补单费用呢 我们就出来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快递费用 快递费用是什么 快递费用不是补单费用啊 快递费用是他每天真实卖出去的快递费用 所以他也是成本啊 你要算进去的呀 好 好我们按照比较低的价格五块啊 因为现在全国大部分可能是五块钱都可以搞得定 小部分地均呢可能是两块两块多到三块啊 我们按照一个大概的价格五块 总成本我们可以算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他的总成本 这边是毛利 好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每天销售额 这边是销售额 刚开始卖900多的时候 他的成本达到700多 每天的利润就182 好但是你说刚开始啊 没赔就算好的了 没错 我们再往下看啊 182 300多 300多 负数70多28 然后呢 后面卖到每天三四百单啊 他的利润才多少 才2000多 但是这是毛利哦 还没算人工工资哦 你再把工资加上去 你好像 好像工资都不够发的了 是不是 啊 发还是发的起 毕竟这是一天的 这是一天的 发完以后 你觉得你一天也就赚个两三百块钱 还得承担很大的风险 前提是你得做起来 你要是没做起来的话 你就呵呵了 好这里面呢 还没那么简单 还有一个道道 还有个什么道道呢 你要你说老师要是这样 我也满意了 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 我们还要看一个东西 他的搜索人气是799 实际搜索人数是102 你说他今天有两万个访客里面 只有102个是搜索来的 你说102个是免费的 剩下还有两万多 是什么访客呢 收不收费呢 有没有直动车呢 呵呵 明白了没有 好如果中间这一两万都是直动车来的 各位同学 你觉得他有钱赚吗 啊 我估计他就全都赔进去 好 付费流量我们去查了一下啊 因为像这个加入竞争情报以后 你他里面有一个往下拉啊 就加入竞争情报以后往下拉 他可以看到他的流量来源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宝贝 他具体是什么流量来源啊 我们看完以后他是活动的 应该是淘金币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 付费流量他也不多 付费金额大概是这么多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了 也就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做这样一个产品 那你就完蛋了 啊 总成交人数一千六百来以上 还没有什么搜索访客 主要来源呢是淘金币 啊 然后市场单价低成本高利润低 所以各位同学 报还好超吗 你觉得别人成功了是牛逼的吗 很多时候不是 所以去算 你觉得你要做这个行业 你就去拿一个类似的产品 还算可以的去算 你就知道 你如果就算我做到这个样子 会怎么样 但是你问你 我要告诉你啊 你看结果感觉很容易 但实际上你操作的时候是千山万水 可能你还没操作成功就死了 被抓沙单了 然后呢 又得重新来 那你的投入成本就不是这么一点了 因为这是成功的 他才这么点 那还有很多没成功的呢 没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让你们教你们怎么去分析行业 你分析行业心里就有数了 但我不是说在打击你们说 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搞了几万个访客来不赚钱了 是不是不要做淘宝了 不是我是教你们算 因为有不赚钱的也有赚钱的对不对 行业里面这么多牛逼的人 你非得分析一个不赚钱的干嘛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去分析一些赚钱的 不赚钱的我们不做嘛 赚钱的我们去做嘛 对不对 啊这就是一个过程 你得花时间干嘛 去找 哎 或许找了那个没人就没几个人做 那你是躺着在赚钱 所以你以后要跟别人怎么说 别人在群里面问 我们不赚钱 没钱赚 啊我们这个泪不太烂了 我告诉你 往往他如果经常不说的话 一说就说没钱赚的人 他一定赚钱了 但是如果他天天在群里面吹牛逼那种 那就未必了 因为他肯定不是什么老板 他没时间的呀 天天在群里面去吹水那种 你觉得他有多少时间吗 他没多少时间的 大多都是一些做的可能不怎么样的 闲家时间比较那个的 或者是刚开始做的 没什么经验的 要准备学习那种 偶尔出来吹 偶尔出来说一下不赚钱 那就一定是赚钱了 好我们不说这些废话了 我们得继续 我们这个内容可以继续 嗯 这个卡吗 哎 其他同学卡吗 如果这边那个微语 你如果卡的话 你离WiFi近一点 如果你是手机开的话 离WiFi近一点 如果是电脑的话 你注意一下 是不是你在播放其他的内容 你可以看 可以关一下 可能会好一点啊 好不卡对吧 行好嘞 那我们就继续啊 到底卡还是不卡 因为晚上直播的人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他们这个网络也扛不过来 尽量用电脑啊 因为用手机的话 你网络不好 肯定会卡了 行 那我们继续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分析行业标杆里面的 我们再往后面去看啊 比如说我们再找了一个排名第95位的啊 刚才排名是多少 是排名第70位 这个排名多少 95位 差了15名 好 然后呢这个搜索访客占比是66% 看见没有 哎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宝贝 他绝大部分是免费流量不要钱的 对吧 啊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情况下 好我们再把它的数据给调出来 我们去看一下啊 从2月1号3号4号5号6号到一直到18号啊 总共18天的数据 访客从1万多到2万啊 他也是从1万多到2万 然后持销金额从每年4000多到37000多 哎你看一步一步上来了 好他的客单价呢是60多啊 64左右啊 6264左右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成本是35啊 我去看过来 我就找过来 他的这个成本是35 但他卖多少 他卖60 他将近翻了一倍去卖 这才能有钱赚 各位同学啊 你老搞那个赚几块钱几块钱 除非你真的很牛逼 否则你本身就起不来量的同学 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做低价 尽量做高价 你不 对吧我们开头第一天课程说 我是不是要流量还是要房 要金额要赚钱 觉得他们说要赚钱啊 那赚钱你就不要玩低价 尽量玩高价 因为现在千人千面你知道吧 低价的人是 是看不到怎么高价的 高价的人也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低价的 明白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价位可以适当的高会更好一点 好 补单量我们同样的按照跟刚才的比例是一样的 补单量 补单的费用啊 从每天从200多到后面的每天也知道一两千块钱的补单费用 不贵啊 很便宜啊真的 看每天一两百几百块钱中 然后起来了 快递费照样是五块 总成本啊就算出来了 然后毛利从开始每天两千多的毛利到后面每天一万多的毛利 你告诉他赚不赚钱 你告诉我 每天一两万的毛利你告诉他赚不赚钱 怎么着都赚钱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搜索 我刚才说了他搜索的占比是百分之六十六 几乎都是免费的 就算他开点直通车怎么着 他一样能回本 因为超过一大半以上是免费不要钱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去选 那么 大家知道啊 如果行业中大量的产品搜索访客比较小的话 利润也不够高的话 就换内幕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 这个人家的整个的访客是就是一万八天的人气 然后呢搜索呢达到一万四 如果整个这个占比很低 就是你说老师我们内幕找了一圈 全部是这种流量大搜索访客小的那种 那你不要做了这个内幕 这个内幕你肯定告不起来 为什么 要么就是开直通车那种 要么就是其他这种什么 各种活动盯起来的啊 你小卖家是没机会的啊 没有免费的这种访客就是没机会的 你做都做不起来 OK 记住 选择是大于努力的 好 你怎么有同学他提了个问题 老师啊 你怎么知道人家搞做了多少单呀 我不知道人家做多少单 我们按照大概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不高 真的不高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真的不高 绝大部分是补十单 卖十单 或者说补五十单 卖个三十单 或者补五十单 卖个一百单 你告诉我这个比例 我们按照最低的保守去算了 但也有可能是什么 人家一单都没做 全部是真实的 这有可能 啊 但是你觉得这种可能性高吗 对吧 所以站在正常的市场环境情况下 绝大部分是补单量就是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样子 一般是这么多 但绝大部分的实际是更高 刚开始至少前面几十单上百单 全部都是补的 不会是真的 对吧 这个东西不用我说 你自己心里知道了 你就是这样干的呀 店铺换内幕可以吗 店铺可以换内幕呀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限制的呀 好 我们再继续啊 我们再说第二个产品的最佳选择 对吧 刚才是市场 整个市场你应该怎么样去选 那么在产品方面呢 我们要不要去选择呢 没错 也要去选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裤子 我们可以去百度一下这个阿里指数啊 你去搜索一下有个叫做阿里指数的免费的不要钱 这个时候就不要钱了 选完以后呢 点这个那个细分的一个属性 再选择你对应的一个类目啊 我们点到休闲库类目 好 选完以后 啊 选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看到下面 这边有什么有个裤长裤型 然后风格这种啊 我们比如说先从第一个开始 从修签库开始 好 修签库的我就发现它里面卖的最好的什么呢 是长库啊 因为我这是二月份的数据啊 这是二月份截的图 所以它是长库 但现在你去看 它应该就不是了 它应该可能是什么呢 像短库或者是七分这种会占比比较多 所以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 我们去参考数据的时候 它也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呢我们就按照当前的环境要做产品的时候 这个环境我们去拿数据 好 没发现如果做休闲库 你卖哪个会好 比如说我在二月份的情况下 我就选择卖长库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卖这种短库 或者是七分库 你告诉我 这个就代表销采购指数 因为绝大部分的商家就是去1688里面去拿的货啊 绝大部分都是 这个就代表了市场的一个趋势啊 他可以参考 那么这个时候你长库不卖 你非得说老师我去卖个七分库 你就等着哭好了 也就是什么呢 你的补丹在牛逼 你的技术在牛逼啊 你的产品在牛逼 对不起 没用 因为市场现在根本就不需要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你告诉你 平时不能卖起来 明白了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OK长库 当然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看一下下一个 比如说妖型 当然前提是他要匹配你的宝贝 就老师我是一个短裤 我把他属性选了长裤行不行 你当我没教你 你当我没教你 你说能行吗 那肯定不行的呀 你不能违背产品本身的 就是他的一个一个形态 形态这一块的呀 他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行 你就换产品 你就换符合现在市场需要的 这种产品 这个才是对的 好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看到产品 他的腰型的时候 啊 腰型的有高腰中腰低腰 还有什么松紧腰 有时候啊 老师啊 现在这群人都喜欢穿这种 什么休闲的呀 所以都要搞松紧腰 好结果一看 完蛋了 为什么呢 他松紧腰基本上没人买 看到没有 基本上没人买 你搞个屁啊 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做了这些类型的对不起 消费者不买账 但并不是说松紧腰这个东西卖不出去 总归有人要买 对吧 有人喜欢 所以他肯定也能卖的出去 只是相对于高腰的这种产品上来说 你看安文真是天壤之别 你选对了你的销量就可以上去 你选错了你的销量就上不去 就有很多东西他问他说老师啊 为什么我这个产品跟他的产品一模一样呢 对吧 什么都一样的情况下 他就要比我高那么一点点流量 那么你先看一下市场选择上面 啊官方会决定这些很多数据的一些排名 因为你不属于他的时候他就不给你展现 比如说用户全部选了高腰这样一个属性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出现 因为你不符合这个搜索结果 懂了吧 这是为什么了 同样呢 我们可以再往下看 比如说他的风格 对吧 一般来说现在韩满类的还是属于大热门的这种 你非得不信 老师我要搞个萝莉塔 搞个百搭 啊 那神仙也没法救你了 你自然能卖出去一点点 比如说就偏偏碰到一些小萝莉他要买 有多少个小萝莉啊 你告诉我 没多少呀 所以呢 你要符合市场的需求 还是那句话 选择远远大于你的努力 好我们再往后面看的话 比如说这个款式 对吧 款式的时候呢 你就去分清楚了 哎 裤腿裤 对吧 偏修剪一点的种什么 然后连体裤 然后什么铅笔裤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好像都可以 对吧 大大体上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偏差都能够卖得动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试哪个雷幕放哪个雷幕啊 但有些他可以放到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比如说这种直筒和铅笔的这种 他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又可以是什么啊 铅笔的也可以说它是稍微偏点直筒的 但但从形象上你一说还是说出来 直筒的就是不会紧身 对吧 铅笔裤基本上就是紧身裤了 好再往下 再到我们这个面料 对吧 啊 毛泥也好呀 针织也好棉麻也好啊 什么也好呀 根据市场消费者的需求 但这个时候其实有个什么呢 有个更高级的版本的 就是你花钱买专业版的啊 买生意买市场洞察专业版的 你就可以看到比这里更详细的数据 哈 所以这个时候有钱的同学 我就建议你就上更高级版本的啊 那个各位同学没没钱呢 你就用这个版本的也够了 基本上来说够你用啊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说就分为两种极端了 我们两种极端也会去走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各位同学自己的一个选择 他是哪两种极端 正常的做法和偏门的做法 啊 为什么会有一个正常做法和偏门做法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情况下 大家都选择走这条路 那至少他不会错 对不对 啊 错了都去走这条路有毛病啊 好 所以你也会发现有一部分他就不走这条路 我都不跟你们通流合污 我另外走一条路出来 可能很孤独 但是你不知道他那条路的终点最终会是什么 所以他可能成功也可能是消失 没有 对吧 好所以他就分别一个正常和非正常 正常就是热门属性代表的流量 就是代表了市场的容量和流量 那么容量大自然消量就能够足够大 出白了 你不能吃碗肉 啊 不能吃口肉 那这喝碗汤总可以吧 在这么大的市场下 好 那么也有一种偏门做法 就是专门挑这种冷门属性 为什么呢 你们都不做 是吧 你们都不做热门的 冷门的没人做 那我一个人去做 我是不是也能够吃到足够饱了 对吧 我去那边喝汤 我来这边吃肉 你告诉我怎么选 好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毛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你并不知道这个冷门市场上面具体有多少 你不知道 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冷门下面有没有比较牛逼的人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有时间同学啊 我只能给你说个思路啊 你要去把冷门的市场找出来以后 专门去找市场里面找一圈 你看有没有那种做的牛逼的啊 如果有的话 或者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考虑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市场就少 已经被他们吃完的话 就没你的份了 就是他们就是老大 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市场下面 有那么一两个就是不多的人啊 他还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但你可以切进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 很多同学在经常在问 老师有没有蓝海市场啊 所以这群人就是一群属于那种比较聪明的人 他们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找到这种小蓝海市场 因为没人竞争 他只要稍微补一个单 他就是老大了 虽然他赚的不多 但赚的很轻松 这就是属于偏冷门的做法 没有了吧 OK 好 那大理上呢 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课呢 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简单吧 啊 那看看有没有什么疑问 给大家答应 可以看到对手的成交关键字吗 可以啊 你只要订购了标准那个市场洞察 无论是标准版还是那个专业版 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详细的流量来源 和详细的哪些词引流 哪些词成交 所以呢你得花钱去买啊 你不花钱去买你就看不到 就是为什么官方这么这么搞了 看一下你们都没什么疑问吗 要是没疑问的话 等一下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我后面的内容大理上的时长都是在四十来分钟左右啊 都是在差不多是这么长时间 但是都比较简单 讲完以后立马可以落地去操作 那么你刚才讲的内容 能不能去赶紧去实操去试一下 啊 去算一下 哎 我原来打算想做这个产品 我看下能不能赚钱 去算一下 然后呢 去看一下哎老师我想做这个产品 我的宝贝的属性填对了没有 去看一眼 是不是 立马可以落地操作 刚才那个表格那个客服把它上传到群文件里面吧 你们等一下去群文件里面自己看啊 现在的链接短词不好干 重新干长词还能做起来吗 呃 不是说你干短词就一定能起来 也不是说你一定干长词就能起来 至少长词相对来说它的竞争系数没有那么大 单量不用做那么高 它也能起来 啊 所以具体的话 他不是说你做哪个词 他就能不能起来 不是这样去定义的 首刀首页的流量退款单可以加权吗 可以啊 但前提是你要从那个入口进来 啊 其实冲刀到尾首刀 市面上的所有的这种玩法都是围绕的怎么样 让产品入池 然后从首页找到这个宝贝进去成交 这是要去解决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就没办法 刚进来就听到结束了啊 是吧 所以下回早一点 不要搞得太晚了 呃做蓝装必须都得堆销量嘛 对没错 做蓝装的话他就得堆销量 啊 我们有有几个同学做那个蓝装那个工装库的 啊 他们没堆太多的销量 所以他们流量的一直不高 啊 就是那么千万千万来个访客 啊 因为他们没办法去堆那么大的量 堆不起来成本也太高 也拼不过别人啊 所以呢 你不堆这么多量 你只能得到对应的少量的访客 你堆的量多 自然而然你的访客也堆哦 对吧 但是堆这个量不是说啊老师我开个我开自动车直接怼上去啊 我逃个直接怼上去没有啊 没有他必须要匹配什么我们之前说了他要是搜索成交的 并且还得符合什么搜索点击率还得符合收藏啊搜索的一些收藏搜藏数据 然后呢搜索的这些转化他要匹配这一系列的数据哎他才有效果 分析整个行业是否盈亏是要找前十做代表还是怎么操作 如果你非得分析整个行业专门的钱的话至少把前50名算完吧啊估计也差不多了 刚才那个表格在群文件里面群文件里面被降权的链接用一二三文法能做起来吗 呃一二三文法是针对店铺的不针对单品的啊他只针对于整个店铺 最后讲的蓝海怎么选择哎我们明白这位同学提的问题是什么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海 看你自己选择正常的还是选择偏门的偏门的话你就看刚才稍微选有一点市场容量的啊 不要选太低太低那种 然后呢你就去淘宝搜索里面卡条件卡各种属性卡各种条件 你看搜索结果里面有没有牛逼的人啊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去切进去搞了两个宝贝试一圈你就知道了啊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不要把做淘宝想到多复杂一点都不复杂 只要你把套路搞懂了是吧天时地利人和对吧天时地利 天时地利人和搞完了对吧炸体的规则你就明白就是我们的古丹训练营比较系统的 然后呢再加上你学会怎么做竞争力的卖点再搞一套玩法再加上补单的一些技巧 哎你又可以得到更高的一个层级了然后呢再去相关各方面的都匹配上各种什么标签呀 净品分析呀蓝海呀爆款呀包括集资点击率这种一个一个匹配上去你会发现做淘宝好像就那么回事了 一切从这边开始走上流量都是从一些补单的技巧跑向流量 然后呢通过市场卖点标签再跑向流量 它就是这样一个出发点 因为你不要跟我说老师我们那个不做不做销量 你不做销量等于什么都没有 无论你通过任何方式去补单老顾客 你说老师我送给老顾客那也是补单 明白吗 你说老师我给老顾客成本价那也是补单 老师我不找人去做这些类的我就让顾客啊进来 然后左搜索学校成交对不起也是补单 因为这就是补单的方式和技巧啊 哪怕你说拍A发A拍A发B对不起还是补单啊 都得从这边出发因为你在制造销量在制造评价 但这个过程你看市场卖点净品标签 再到这边对吧 产品 然后呢 玩法 然后呢 玩法上面必须匹配的官方的匹配的规则 然后再到这边 流量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市场容量小 但是利润超级巨大 有三四个大佬在做 我能几进去喝汤吗 你可以这样啊 你看这位同学啊 你说有三四个大佬在做对不对 你看看 除了这三四个牛逼的人以外 下面的人 他们能不能赚钱 如果下面你有那么少量的人也能赚钱 那你也可以签进去 明白吧 如果你发现除了那几个大佬人赚钱 下面的人都不赚钱 那就不要做了 那说明什么 没有市场了 已经被他们给盖完了 就这么去分析 很简单的 一个店铺杂七杂八的都卖影响大嘛 正常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建议一个店铺呢 就专门干一个类目 不要说跨什么五六个七八个这种类目 我们是不建议的 但是正常情况下来说的话 一个店铺 你说老师我又卖上一又卖下一 然后又卖一些简单的围巾帽子 这是一个整体搭配 也是不碍事的 是不碍事的 小家电需要怼销量吗 小家电距离看吧 比如说老师 我是卖马上开始卖电风扇这一类的 或者说类似这种产品的小家电的话 你告诉我要不要亮 肯定要亮的 女装小白鞋现在做完吗 小白鞋 我们这已经应该是报了 至少我接触的 还是报了三次还是四次以上 然后呢 我们下面的老师去带的 应该也有好几个 小白鞋 所以现在做肯定不晚 小白鞋这回事 它就这么回事 但小白鞋呢 它又没有那种什么 要求非常非常高的量 它的量要求不高的 还好 为啥做了退款单 流量会掉 那你不做退款单 流量就不掉吗 但是退款单 我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情况 你做的是非常巨大的那种退款单 那是会有一点问题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玩法是不做退款单的 但是市面上有些人 他们是专门做退款单这种玩法 但我们不做 因为就算这个压钱 也压不了你多长时间 几天时间 一周之内基本上就回转了 所以没有太大必要再去做这个 我们六七八玩法吗 我们不是说我们讲的这种六七八玩法吗 包括高级六七八玩法 我们讲究的是收获权重 我们讲究的是收获权重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收获 我们不能是做退款 但是你偶尔说 老师我用退款去提升一下层级 这个没问题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都有配套的 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 他都是有玩法的 什么时候开始讲时操 这个是 现在我们这个是不单训练营 这个是其他的训练营 这都是其他的课程 就是不在咱们整套课程里面 但是我也是跟你说做淘宝 他就得有这么多东西 他不是说那么简单 你说补个单 搞个产品 搞个市场就可以了 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老师是不是SQ不同 价格的链接手套流量 和多SQ同价格的流量多呀 这个东西没讲究 这个东西没讲究 我就这样去跟你说吧 很多同学应该也遇到过 就说老师我用一模一样的方法 我之前都做成功了好几个产品 现在这个又做不起来 结果呢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做起来了 老师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就是命 你会发现你身边 你的同学 你以前的同学 你是不是发现 有一些曾经比你是完全没你优秀 又不怎么努力的人 结果他比你还成功 为什么 有时候就是一个命 那么淘宝的产品里面 也有这种情况 包括我们经常做数据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会用到那个爆炮挖掘机 我们有时候发现 有些产品根本就没补单 没动它 就丢在那里 他的仿格居然比那些补了 但他还要好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你解释不清楚的 我啥都没干 他自己起来了 有吧 你们也经常遇到这种产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淘宝系统 他就是一套门 就是说他大规则有 但有时候还有一套小规则 你根本就无法去琢磨 他就随机的 他推进一个宝贝 结果人各项数据可以 他就起来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要纠结说 我之前做怎么好好的 怎么现在做又不行 怎么过程时间做又可以了 所以他有时候 没有这种规律可言 但是大规律 他就这么走 这么玩 一二三万发还没 还没讲呢 我们第五先讲啊 夸夸群超级大蓝海 夸夸群是才刚刚活起来的嘛 也可以去做呀 就跟当时 我想一下是一几年 嗯 一三年还是一四年的时候 他们流行流行那个什么 就是内部价购买啊 就是现在的陶客嘛 以前叫做内部价购买啊 就是砍价对 叫做砍价高手 我还上报纸了 你知道吧 哈哈 因为那个时候做的人不多 我一看 这什么这个砍价高手 就是陶客反力买 这么一个屁事 结果那个上新闻了 还把我给登上去了 然后说这个店铺可以砍价 你知道吗 上来以后 我去我的店铺流量都爆了 很多人来找我要帮帮他砍价 后来搞了一下就没搞了 太累了 又不知道怎么赚钱 万一他退款的话 我这佣金又拿不到 所以呢 很多屁事 老师公司搞了产品 发布的内幕不对 然后呢 直接去做 这种能做起来吗 呃 这个的话 如果说你们公司有特定的玩法 他可能是玩跨内幕取流量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那个运营牛不牛逼啊 或者说他的能力怎么样 如果他能带进你们店铺做起很高的业绩的话 那我相信他在玩特别厉害的东西 就是跨内幕取流量啊 这个东西 我我基本上没讲过 因为我们 我们不会去讲这种东西的 他属于更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更牛逼的一些东西 我跟你们去讲 你们也听不懂 什么叫做跨内幕取流量 我就跟你们说这样一个案例吧 你们自己去理解好了啊 比如说 今天我去卖一款产品 卖一款什么 卖一款美白的这种 就是美白的这种什么 比如说习业啊 这种产品 如果今天我自己就在这个复服品类幕去发布这个产品去做的话 我告诉你 我基本上没法做起来 为什么 推广费太高了啊 做花生品的同学都知道吧 几块钱一个点击 说这个啊 很高的 根本就玩不起来 量也要求的非常那个多 而且呢 不仅这样 而且他对什么 对产品的一个发布 还有很多的条款的限制 所以太麻烦了 这个时候 我可以玩另外 玩跨内幕取流量里面的其中一种 我只是说其中一种而已 玩什么呢 玩跨内幕直通车取流量 我把这个产品今天放到什么内幕 放到连一群内幕 那为什么要放连一群内幕呢 其实也可以放内衣内幕啊 也可以的 好 为什么 什么样的人需要美白 女性用户 搜连一群的是不是女的 绝对 对吧 特别是买来的就是什么 露肩的那种 露背的那种 他需不需要美白 他背上是黑的 你告诉他怎么穿得出去 穿不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标题完全跟 就是就是完全就是连一群这一类的 但我卖什么 我卖的时候 那个美白的这种产品 对吧 如果你今天放上美白的这种产品的 这种标题的话 你就死了 所以你不能放 但是我的图片 那就是美白的 美白的功效 人家一看就会点进来 然后我前期刷很多单 造很多很牛逼的评价 晒图 然后呢 我投资公车也好 我干嘛也好 用户就会点进来了 通过跨内幕用最低的价格 取到流量 但最后宝贝看 肯定是死 店铺也会废掉 但没关系 我这成本十几二十几个产品 我就卖两三百以上 你告诉我 所以我第一天开课就跟你们说了 真正的商人想到的利润是百分之五百 百分之一千以上的利润 你们还在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你怎么搞 你再牛逼你团队你都搭建不了 所以我不是说让你们一定去走这种偏门走这种暴力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首先考虑到你要赚钱了 你才能填饱自己的肚子 才能招一个人帮你分担 才能搭建另外一个团队 就是把人给拉起来 你有钱才能做这些事 没钱你做个屁啊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 不要再去做这种什么低可能的产品 尽可能的选什么 选这种高可能的 因为千人千面 官方会帮你推荐优质人过来的 你完全不用担心 但并不是说一味的只做高价不做低价 它有一个搭配 看你怎么具体去玩 你当前的当前的方法是要把店铺激活带流量 还是说我店铺已经激活了 我只想赚钱 它要分不同的阶段 你干不同的事情 明白吧 所以淘宝这个水很深很深很深的 很多种玩法 很多种套路 包括很多种 偏门 我再说一个偏门的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真摄 就是一个朋友的朋友 因为我跟他朋友玩得特别好 他跟我说 他跟我抱怨 有一点抱怨的意思 就是说他那朋友啥都不会 连数据都不会看 当然就是他们那一块卖的最好的 所以后来我说 我说这没道理 我说数据都不会看得到 他怎么可能卖的好 他说他真卖的卖的好 就纳闷了 后来一问才知道 他男朋友是小二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各种的门路套路 太多太多了 一步一步来 做淘宝 有个圈子 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不是 包括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之前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聊起来 我就说 今天时间比较早 跟你们还说一个偏门的 比如说今天 老师我要去分析这个计刃对手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我的产品价格都比他低 怎么都比他 他就是庇护卖的好 老师为什么 而且他就在我们这个市 然后他就在我们这个省 怎么办 告诉你 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 会怎么能够 安排一个人过去直接应聘 然后拿他们的后代数据 这是第一种 这种算好的了 只是看对方数据而已 你要缺德了 缺到哪种地步了吗 安排一个人过去 双十一之前进去 双十一的时候 把他的产品给他 干山的山 干违规的违规 然后双十一拜拜 这是最缺德的 但就得有人这样干 这就是市场 战场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说我们各个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永远想不到 好 扯到的就不扯了 来点 我们在最后答一八分钟 我们到九点诊 我们就下课 看看还没什么疑问 六七八玩法什么时候讲 六七八玩法是我们的高级课程了 就没在我们的补单训练营里面 这个一整套的话是我们全电 全电引爆系统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 你就当我做广告 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 我们的全电引爆系统 所以呢 不但训练营只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这个内容 我们说了 我会教你们一个一二三万法 百分之九十五起流量 因为我要证明我的能力 你们起流量就会相信我 相信我 你们才会为我后面的课程买单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必须放给你们一套 一定有用的一个东西 我没法承诺百分之一百 因为各种因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完全就是没法保证百分之一百 但百分之九十五的概率还是有的 建立一个基础的信任感 可以利用自己的手机 给自己店铺补一下 手刀手艺的流量 然后退款 可以吧 如果只是一单的话可以 但是你补一单有意义吗 你补一单就能爆吗 铁钉的不能 对不对 所以你补这一单是没有意义的 是不是关键词的权重弱化了 就算只对一个词也很难起流量 恰巧相反 我们是怼多个词 所以你不要拿着一个词死命的去怼 但是你怼这个词还得配合方法 你就单纯的怼 还不够 我们之前说了点击率很重要 所以你还要保持点击率 所以点击率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点击反共 还有什么 收藏 还有什么呢 还有二次回访的比例 知道吧 所以数据很多的 一键代发可以做吗 一键代发呢可以做 只不过没钱赚 或者说赚的钱比较少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是新手 或者说是刚入行这种 我肯定建议你做一键代发 你千万不要自己进货 所有是刚入行这种 除了你自己家有货员的 或者朋友家有货的 记住千万不要自己囤货 你自己囤货的话 结果就有一个 你这囤货基本上就丢在那里 运气好一点都能卖掉 运气不好就全堆那里了 所以这个时候 哪怕少赚一点钱 先练手 先从新手升级升上去 等你会运营了 会搞产品了 这个时候你再考虑 从别人的拿货 去更好的市场上 去拿便宜的货 这个时候你再囤一点点 不要囤多了 能不囤货 就尽量别囤货 囤货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改主图影响权重吗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会直接改主图 我们会主图三换一 或者是用主图水印覆盖 我们会用这种方法 直接改的话 一般情况下 你会发现你的流量直接在掉 还有直接改一口架的这种 老师我把你一口架改了 爱白事 所以你会发现你流量 为什么一直起不来 就是因为你经常犯这种小错误 这种小错误不可以犯 换主图改一口架 不可以 但是他可以打折 你说打折 这个东西没关系的 这个课题学完 可以打造单品爆款出来吗 可以 但是你得把方法 我会把方法告诉你们 然后呢 至少我在教的时候 我会教你一个全店的流量 都能够提升的方法 这个是我至少会教的 单品的方法呢 我也会说 但是你得自己去总结 如果你自己不总结 那就 我没办法 那我就没办法了 开多个店铺需要多个网线吧 我们正常来说 开多个店铺 我们都是挂出去 就是说用远程电脑 远程电脑就是有远程的那个IP 有远程的这种那个 所以不会放到本地 但是你说老师我不缺钱 我就本地搞 行不行 可以所以那是分开电脑分开那个IP地址 然后呢 还分开什么呢 分开发货地址 发货地址 你可以试这个地方 然后呢 后缀洗的事 比如-1-2-3-4-5 只要快递知道是你们家就行了 啊 这样去区分一下就OK了 呃 包含挖掘机是你这边的工具吗 对 我们的工具 包含挖掘机只是我们数据课程里面的一个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工具 所以你可以再看一下我们那个小儿童首页有一个数据课程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数据课程里面就知道我们的工具 怎么样了啊 自己看 我懒得说了 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给自己电脑不首页流量吗 然后退款吗 刚才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为什么你们会重复提问呢 呃 店铺前期是不是应该多去做激活店铺啊 不是忙着去做高价 呃 对 一般来说 当然如果你店铺已经有一两百个访客以上这种 那就不需要激活了 那他属于没有问题的啊 我们之前也一直没明白 就是说哎 同样的玩法 为什么在有的店铺身上他没用 啊 我们当时也没搞明白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总结了一个规律 比如说一转以内的很难做起来啊 就是小心心的 做不起来 店铺没有激活的很难做起来啊 后来我们就把这些规律大概总结一下啊 什么呢 就三个条件 一一转以上 二店铺激活 就是每天访客达到两百以上 三店铺层级 在最好在三层的样子是最好做的 就是起爆管的速度是最快的啊 你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大家自己记一下 虚假交易两分还有救吗 虚假交易两分无所谓 他不会影响到你的啊 你换个宝贝再继续 两分算啥啊 我六分扣过 十二分扣过 二十四分扣过 四十八分也扣过 而且还不止一次 有什么事吗 没关系的呀 换个店铺再继续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拿一个店铺当保稿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一定要多店铺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那些做的好的 全都是多店铺 那些开品牌商的 你看他们狗多少个店铺 没有吧 所以你完全可以什么 拿你自己的身份证 你爸的 你妈的 你姐的 你弟的 你七大姑 三大姨的这种 完全可以用 没有 不要把一个店铺当保稿 因为现在官方你也看到了 他的 他就是这么回事 你必须开多店铺才可以 搜索访课占比是怎么算的 比如说我总访个一千 搜索访课一百 你告诉我占比是多少 是百分之十 就这样算的 所以数学 就算是体育老师教的 这个东西也应该要知道一点点啊 好 还有最后一分钟啊 我再挑最后两个问题回答 看看还没有什么 好 有提一个问题 叫老师 最低SQ可以删除吗 这样算不算一口价修改 好 我估摸着 你应该是那种 可以设置多个SQ价格的那种产品 如果是的话 那就没关系 好 那有的同学 老师 我这个产品只能设置一个价格 对吧 他不能跨价格区域 好 那这种呢 你就不能动一口价了 这是有区别的 好 老师 远程电脑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搜索一下远程 不是远程 远程 如果你远程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我也没法解释了 你就把它当成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办公 我另外家里还有一条电脑 我远程控制它 QQ远程 QQ远程 但不是用QQ去 远程电脑 它有一套远程控制软件 非常方便的 比QQ方便多了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这个吸烟点也到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边 这个结束 然后呢 明天 明天第三天 我们将会讲到 其他的一些规则 提升转发率 提升点击率的这样一些 必要的一些手段 OK 好 那我们明天晚上八点见 然后我们课程结束 大概十分钟这样子 五到十分钟这样子 你就回开就行了 刷新一下页面 或者重新从微信里面点进来 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回播了 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明天晚上八点这里见 好 最后作为广告 如果对我们的一个全电影包 这种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客服 好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